唐人街 机械师老老实实选大房就行了 不管尽管是选在你的左边还是上面 都可以直接上这个大房二楼 因为我们有娃娃 所以首选用娃娃卡板而不是直接下板 反正是素拉脸上的存在感 不要白不要你说是不是 娃娃被打掉了以后 我们能看见几秒钟监管的位置 他也能看见我们的位置 就千万要注意防反绕 他没有回楼梯反绕的话 那机械师还可以再次上二楼 用同样的套路再玩一遍 围着这种大型建筑物绕红 也没有视野室不好飞过来的 安全建板再次放娃卡位 他想过板的话要么打娃要么交飞 然后 等一下这个声音是 娃娃往那而一站就是个兵 他的蝴蝶没有扔到我身上来 扔了个板后超短距离的蝶 那交飞没有丝毫意义 所以他只能老老实实打娃了 然后因为两个娃娃都交掉了球稳 所以就没有再绕大房外侧 直接走大房内侧的楼梯 然后因为尽管是红蝶嘛 他一个蝶就可以追上来 所以优先不走直线 而是先从缺口下来知道高低差 然后再进板 但是如果蝴蝶在楼梯上丢蝴蝶了 就不能往这边走了 反正他不踩想要飞 但只要蝴蝶没有丢到我身上来 就可以跳这个缺口 不剩一分钟了 前面那块板子本来是想绕一下的 但是我堵错了 这位美智子的头也是真的铁呀 那这里吃一刀也转不进什么比较好的点位了 我就想绕一下外面的窗户 测一个窗坛 可谁曾想 他的26号综合症有点严重啊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下次试着进步翻吧 万一对面就找不到你了呢 到这里我就不太溜洞了 我倒地的时候距离看剧已经过去了一分半 再和这个阵容前锋剩的慢 酷丑剩的也慢 不过还好前锋来 我逼了帮我拖出了更多的时间 但是这边没板子了 我又没有道具 真的是溜不太动 注意还有一个点就是 红蝶带的是金身 这里他被前锋中晕了以后 没有立刻交金身 我想因为是他想要留着切试试 他应该觉得 这些是就算被装下来也溜不了多久 所以不如把技能留着去踹鸡子 然后前锋这里吃了一刀 很没有必要 这个地方我本来就留不了多久 他成了半状态以后 既不能救人又不方便欧逼 修机还慢 四捨五入就是队伍的累赘了 我的身具只够近前面这一块板子 安全机满了 就回头盯他 盯他盯他 一直盯 哎呀没盯过来 我想我以后红蝶就去踹鸡子了 前面就那么久 本来鸡子是够的 这样一踹鸡子就不够了 正常两分多钟台上挂 就容易来一旧套薄命 更何况有两个不命的时候是能真赢的 其实这个阵容秀机满 红尼还把鸡子踹掉了 所以鸡子就不够了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前面又够了 就算鸡子被踹了 顶多也就是赢不了而已 平还是能保住的 同样的地图 同样的悬点 同样的监管 同样的机械师 现在不用我多说 应该也知道怎么遛鬼了吧 直接上二楼 然后用娃娃卡位 娃娃升在板中间 基本上只有求生 可以通过监管是过不了的 一个娃就是一个板 两个娃就是两个板 注意看当出现幼儿战术加分的时候 就说明娃娃被打掉了 此外也可以根据娃娃耐久来判断 跑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红蝶粉绕了 所以就要立刻回头 虽然红蝶现在没有叠也没有插纳 但是山均拉近 我是没办法翻窗的 因为大红蝶上放娃 是不一定能扛刀刀的 只能吃一刀再想办法进交互点 然后这里我感觉 今天大房内侧的楼梯 会比上外侧的楼梯要好一些 因为外侧的楼梯 是在红蝶视野范围内的 他可以直接丢蝶 这里我是看见楼梯上有蝶 所以就没有上楼了 完全忘记自己身上也有蝶了 你好好看看这红布垃圾的是什么 红蝶以为我上楼了 就跟飞到了楼梯的蝴蝶位置 怎么说呢 好歹也是多活了一个插纳的时间吧 前面只有一个双双区 进不了板子 特不会遛红蝶今天就落到这里要下线了 一旧倒地的时候 开局已经过去了一分钟 因为我手上还有半个娃 所以我不病的队友决定来压满救一下 不伤就挺赚的 只要我能上楼梯 就能把这个娃用出来 升聚不够进板的 那就直接放 虽然他打娃但还是不要下板 因为下板会会升聚 他有刹那的 葡萄房缺口下来以后 要么直接进板子 要么绕外侧的墙壁 像这样所谓就没了 五顶村雪的大船这个点 我教你们一个公式套路 不管将来是选在海侧海边还是大门石头 你都可以直接往船头走 从船头这个缺口下去跳到海边 直接在这里放一个娃然后拉点 不是我说呀 曾经黄一在这里找娃娃找了三台鸡的 毕竟一般人也不会往这边遛鬼啊对吧 当时因为不确定守夜人会不会打娃 所以就往外面走了一点 实际上贴着这个墙走 直接回大船甲板就好了 然后船头的那块板子也是可以用来蹭一个板坛的 那当时可能因为心跳很大吧 我怕距离不够就直接下板了 其实除了路口鸿蝶这样一速快屠夫 一般的走地屠夫经过海边都是会被严重减速 然后圣区应该是来得及蹭板坛的 重新进大船了思路就很明确 翻窗蹭窗坛直接上到大船二楼 二楼缺口那个地方也可以用娃娃卡位 尽管不打是过不了的 就是这里 好儿子快来扛到 然后啊守夜人打第一项还没打到 他第二下才打到娃 这个地方处呢还没好 其实不应该翻这个窗户的 因为守夜人就在铺洞那边可以立刻下来 直接上大船外侧的甲板应该会更好一点 这里太开一街了有墙风 所以是不能上里侧的楼梯的 只能这样绕墙堵掉西风 然后这里也要吃到一刀了 如果他带的是闪现 那么这个巨人他是闪不到我的 但是没有防遗形 然后就被 遗形抬到脸上 这里是真的要死了死了死了 我导致说场上是将近三台机的 上演的时候三台都亮了 正常队局的救人为一救来套搏命 二救的时候 勘探LB一下 是不是大概率能赢的 但我们这不是正常配置的队伍 副仇因为选战双11 他赶不过来 所以就让勘探来救 可是这次地上市 勘探怎么救呢 我只好发别救宝瓶啦 这种局机械师163台 不救是稳瓶的 但是他们呢 没有搏命又非要来救 送个双倒 就很难打了 勘探倒了 那我不得不含泪26了 可是我没有道具啊 这种双二阶守夜人怎么溜呢 机子还差呀 顶多蹭个窗坛 绕一圈大船 我就活不了了 其实吧 最后的两台机 都有50%的进度了 就算双倒 这一把大个率也是个平局的 但是呢 单双排的路人队友因素 实在是太不可控了 被强护吸过去 人滑不扭一刀 还能再多活几秒 我真的尽力了 然后呢 小女孩好像是在玩过家家 我非要死来自己的大遗产 然后就导致输掉了 古井村这一把是依字型悬点 这个阵容你说她不抓机器师 还想抓谁 感觉90%的概率要抓我们 所以就直接往船头走 说实话也是看回放啊 我才发现了当时 从头顶一票而过的母屋蛇标 女巫也想不到我会从这里走 所以她一开始也没有找到我 太局半天没有心跳 我就想了一下 决定还是先下去 把娃放了 本体去修机也不迟 这里我都要被讲一下 更不用说监管了 然后呢 刚把娃生出来 准备去找机的时候 就发现女巫来了 久违亮起了蛇标 毕得海拉你一定找我找得很辛苦吧 她到现在都还没有给我上寄生 而原生信徒一定就在大船里面 所以就先往大门大石头这边转点 如果看见信徒过来就随时进板区 你们看上寄生了 赶紧进板子 而且呢还是没有看见原生信徒的影子 不要紧就先往寄生身边贴 大不了给她一个寄生刀 那就等寄生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她又不管我了 仔细一看这个是 女巫看见原生跟过来了 直接控原生女儿去打我儿子 果然儿子就是比机械老母相对吧 发现她费心费力去把我放在海边的娃打掉以后 我以为她都要换抓了 因为女巫石标都不在我附定了 但是有很多监管会选择在打掉 机械娃娃以后换抓的 不过这次遇生的女巫就比较认死理 我刚发文件我转移目标 她就到我附定了 并且也是选择直接放狗开刀 然后我决定当时的视角是没有看见原生从这边板子过来 不然我是不会往这边走的 不小心给原生刀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更加谨慎 现在原生和寄生两个信徒的位置我都知道 就直接往远处拉点 不给她包夹的机会 她是用本体狗拿了我一刀 其实她再用寄生狗就可以把我带走了 但是人在双十一的弓弩上又帮我吸引了一下注意力 现在她本体原生和寄生都不在我身边 很安全 所以就直接把二娃生出来卡在小木屋这里 由于女巫本体不在我身边 一会儿寄生信徒走时线跟上来 一定也是发现不了娃娃在这里的 等我倒地了就还可以用娃娃修小木屋的机子 守木人海测的机子开了 就发消息告诉她专心颇赢 因为寄生信徒就在我身边的 被架在海边的板区肯定是锁不掉了 就在这边随便玩一下好了 这个板子呢不要直接翻 然后片脸下可以拖时间 因为有板坛加速 所以她打不到我肯定是能进下一块板子的 然后她就直接切闪了 倒地以后不要闲着 立刻困娃娃去修机 被守木人救下来以后 就要思考一产机的位置 以及自己应该倒在哪边 最后的两台机分别是我 娃娃那台和大门大石头那一台 所以海边到中场这一片的范围都是可以倒的 我们还是最后几秒钟 我选择倒在船下的板区 因为这边板子多 贝尔就下来以后 活的概率会更大 这本车把我扛到了 所以下那个板子没有意义 直接下外面的长板 这样板弹拉走我就活了 最后一台机就说已经压好 而我的机身信徒还在身边没来得及去掉 我就在想吃一个机身刀 或者等把机身去掉了以后再开 但是要注意 女物本体现在并不在我身边 场上全员半雪 如果再抽点什么状况的话 想开估计都开不掉 所以我看跟机身信徒身具足够 就直接叫开了 由于机身信徒还没有拉脱起跟随 我就想在拉脱范围之内把信徒去掉 不然他跟过来给一刀我可扛不了一刀斩 在小船铺建的古堵伤就正好跟他一起把信徒互相去掉 队友帮助去信徒是比自己需要快得多的 眼见着快跟上的机身被去掉了 开门站 教授上挂 熟墓人那边的门已经开掉 发现女物本体过来了就赶紧发消息 现在熟墓人要负责去把教授救下来 大门已经开掉 他们两个是肯定可以走的 而女物给我伤了机身 原生在抓古堵伤 我是没有时间自驱的 因为她现在手里肯定还有闪现 只能尽我努力尝试走门 跑到大石头这边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创弹了 寄生信徒距离很近 能不能走 只能堵一下 达到了还有板坛 他们希望近在眼前 也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教授在门边留了铃片 熟墓人还一直跟着带保我 我一不小心用了一个破铃 他也是为熟墓人所拯救了 火锦村拿下